大家好,我是我,你爱的自动选择 这些日子,我们一直都在讲的是长篇小说 虽然挺有意思,但是剧情实在是太长了 没法一次性全部讲完,总是蹭蹭久没了 不够给劲,总觉得差点水 同意的朋友可以刷个1啊 在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整一个短一点的小说 开端,去看一下,当进入无限循环的公交车 而会发生什么 走起,故事一开始呢,女主李世青再次醒来后 已经快要疯了,有些科学没法解释的事情 发生在了她的身上,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循环了 前两次出世的速度太快 她甚至没法分辨情况,就回到了初始的座位 又听到那1.45分熟悉的铃声 蹦,死亡疼痛让李世青瞬间陷入焦虑 她决定自救,逃离循环 只要在车祸发生之前下车 那么对她来说,就安全了 但连续伪装两次身体难受 都被司机没到这样的理由拒绝了 自然,小李又死了两次 到这,已经是第五次循环了 真正死了五次,为了能下车 李世青没得办法,环顾四周 只能选择一个戴眼镜的小哥 抓了他的手,让小哥猥亵自己 摸自己的胸,小哥当时就茫然了 这他妈什么都没有啊 我在干啥,在女主的大吵大闹之下 司机嫌烦,总算是让她和小哥下了车 然后车还是炸,因为这些离奇的反应 女主被当做了犯罪嫌疑 就像死神来,她完全没法解释自己 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因为爆炸的重机 她忘了之前循环的记忆 但一切并没有因为女主的遗忘而终止 它还是发生了,唯一的变化 就是眼镜小哥也被带入了循环之中 最初始的几次循环,自然是失败了 只要小哥有不从车门离开的想法 那么车祸就一定会提前发生,带走两人 所以关键就在于控制司机 让他稳定开车不出事 在小哥和李世勤的温情提示下 车子总算是能开到桥上了 但还是炸了,巨大的火焰 瞬间吞噬了两人,有炸弹 女主的一切一响都要重新计算 这辆公交的毁灭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好在,这一次女主的记忆又回来了 在下一次循环中,凭借复刻色狼行动 两人再次从爆炸的公交车上离开 并随着人流躲进了附近的更衣室 这么多次的死亡,让他们总结到了规律 每一次循环都会将重新开始的时间往前移动 这也就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寻找一切发生的原因 在警方对他们的盘问,以及监控资料的影响下 两人提前想好的应对方式,并没有什么作用 再次作为重大嫌疑人,被警方扣留审讯 这样的脱困,并不是两人能够接受的结果 好在循环又一次发生了 在前一次中,竟然受到重大打击的两人 直接放弃了挣扎 在睡门中又度过了一次循环,但毕竟不能一直成轮 在第十次循环中,严禁小哥肖鹤云选择在车内大声报警 如他所愿,话还没说完,车当场炸 这个消息足够证明真凶也在车上 那接下来就只需要找到这个人究竟藏在哪里 通过数次的循环试探 这辆公交车上所有的人都已经被排除了一遍 最后嫌疑的人就是一个中年的大神 小哥觉得不过是一个大神 只要自己出手,分分钟就能解决战斗 抢走炸弹,脱离循环 他真的不知道中年大神有多牛逼吗 果然,小哥非常轻松的就被反向制服 好在,随着一声爆炸 两人又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他也没太丢脸 当然,牛主和小哥也不是没想过悄悄报警 但只要一表现出报警的意愿 那么就一定会炸 而如果短信报警 时间上,警察又来不及上车 到最后,也就是再次爆炸 迪达拉都没这两人炸得多 所以他们只能靠自己 现在闲人已经找到 单打毒的又不是大神的对手 凭借多次循环带来的信息差 李世青和眼镜小哥 对于公交车上的众人的性格 已经一清二楚 他们假装成便衣警察 对乘客中两个壮年进行了动员 尤其是建筑工大叔 战斗力明显比大神强了不少 在这次循环中 大神被众人合力制服 但谁也没想到 看上取老好人一样的司机大叔 在最后的关头 却仰天常态 拒绝打开车门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定时装置触发 整个公交车 再次笼罩在火焰之中 循环又要重新开始 李世青和小哥 一脸无语的看着对方 谁都没想到 大神居然还有这么一个通货 怪不得之前的循环中 不是死于爆炸 就是死于车祸 有这么一个哥们在 这一切就是必然 死定了 因为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 现在两人已经不需要通过 四郎的模板来中途下车 可以正经的从车站离开 这样他们能够排除自身的嫌疑 不至于被警察当作犯人 相对积极的配合 让警察对两人有了极好的印象 甚至愿意分享一些 关于司机的情报 没错 大神和司机大叔是两口子 公交车的爆炸物 也就是大神手中的高压锅 里面装满着炸药 这也是心够大的行 而报复社会的原因呢 只是因为他们的女儿 曾经被公交车 撞死在了这条公路上 并且被做成了 不作不死的恶搞视频 放在网上 被人嘲讽 这座家长得怎么受得了 花了整整两年潜负 司机大叔已经作为优秀员工 是这条路上的老手 而他媳妇作为质检 也从化工厂 偷出了数量巨大的化学品 这次的爆炸 就是他们报复的方式 在查清楚真相之后 李世勤和小哥 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循环 根据之前掌握警察的手机号码 在循环的一开始 就和他联系上了 得到警察帮助后 按照之前的流程 他们控制住了大神 而知道司机大叔心情的李世勤 作为和他女儿一样年轻的孩子 最终还是化解了司机大叔心中的仇恨 让他放下了复仇的方向盘 而大神手中的高压锅炸弹 也在警方的处理下 成功摆脱 在远方的水中炸响 无人伤亡 到这一步 整个世界的循环停止 两人终于到了正常的时间线 拥有了未来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 一定要点赞三连 记得我真的非常重要 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可以私信交代